广华医院新大楼电线槽道层物料质素被指未符合标准 医务卫生局局长盧崇茂表示道层的主要作用是防售 不涉及结构安全不会对医院的职员和病人构成风险 假如它不符合标准的 它只会影响到管道外层的生兽或者它的内容程度 所以初步的一个评估就是不会需要一些工程上的一个大的改动 我们的服务是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会进一步去看这个 这里会牵涉到将来的保养那个问题 我们会根据合约的条款和里面讲到的 如果是有不符合标准的时候 有一些补救的方案和处罚的方案 我们会根据那样去和承建商去做商讨的 这个我们会确保我们的功能上的使用是不会受到影响的